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安安 我是郑鸿宜 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道了 小英总统今天出国访问 长达12天会过境美国 那么小英出访之前 记家回说的四评八文 据说在美国会有让大家很意外的突破 那么这个突破是什么 我觉得值得探讨 那媒体人范琪斐写了他的脸书 说他妈妈很难很难 可是他说这次他要投蔡英文 他问妈妈说怎么了 是因为我专访蔡英文吗 他说不是 因为香港的反送中 所以他说如果小英在当选总统 那么林郑月娥就是MVP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应该好好地来探讨 韩国瑜的农舍事件 今天再生风波 因为找到了原始的建商 建商把图拿出来 说韩国瑜现在的房子跟当时原始是不一样的 有什么不一样 现在的房子说 长大了 长高了也长胖了 那么显然意思是 这个有增见 那这些增见 有没有违见呢 有没有人包庇呢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 韩粉的事件 现在连国民党的议员都看不下去 出来说为什么韩国瑜要放任这些 韩粉这样 连他自己都受不了 那么那韩国瑜的态度是什么 这个事情才重要 为什么人家问的时候 说这个大韩的这个饼店 有人要把它放火烧掉 韩粉威胁 他说谢谢 为什么就是这样的态度呢 到今天他才说那不可取 那么干目前 拜一拜一拜三拜四 这个国民党的初选民调 已经进行了四天 那么到现在 因为都有派人进去 每一个阵营都有派人去观察 到底现在是差多少 我意思 差到为什么 郭台铭接受网问会哭了 这位这么霸的人竟然哭了 为什么依靠 那今天我们要来分析 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 第一位是民进董的理位 他也是外交跟国防的立法委员 非常认真的王定宇 王委员 欢迎大哥 大家好 另外是台湾四川大学政研所的教授 范世平 范老师 欢迎哥好 大家好 以及媒体人王时期 大家好 另外是国民党高雄市议员 黄柏林 黄议员 大家好 以及媒体人尚义夫 大家好 另外也是媒体人 这个对韩国语的保单 下很大的功夫 黄光琴 大家好 好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来看的是小英总统 那今天出访之前 他所开的记者会 来我们来看 欧喜耀 在鸡舱里面呢 我们会透过我们的社群媒体 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外交上面的测试 坐在鸡舱里 小英总统任内 第七次出访就要起飞了 不忘录影传给LINE好友 那现在我们就要出发了 那我们保持联络 我们下一次见面呢 就是在纽约 这次出访 加勒比海四个友邦 但最大亮点 还是准访美行程 12天当中 有四个晚上在美国境内 第一站就是政经中心 纽约 我们也掌握小英纽约行程 第一站就要出席 友邦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的 欢迎酒会 这是我国总统 第一次在纽约 跟友邦联合国常任代表见面 第二天小英应邀出席 台美企业高峰会 由美台商业协会 和我国外贸协会联合举办 美光 花旗 康宁等 重量级美国企业领袖 都将出席 接着到哥伦比亚大学 跟学者 学生对谈 晚间出席桥宴 第三天离境前走温馨路线 到中央公园 跟留学生见走 我们是海洋国家 是世界的台湾 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把自己 封闭在台湾海峡的一角 我们也期待在出访的时候 为台湾寻找更大的空间 以及商机 找商机也跟相同理念 国家合作 小英总统出访前正式谈话 似乎也预告这回出访彩蛋 不受24小时离境限制 公开会晤行程增加 历年访美最高规格 小英也透过社群 分享外交战果临时差 好 那么今天我们刚好 王定宇王委员 也是外交 也是各方的委员会 那有一说说 今年八月 美国就会卖给台湾 F16V66架 那我先请教一下 这边 我们小英总统 美国有什么突破吗 我们基于外交的礼貌 其实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其实真的不好讲 我简单来说 蔡英文总统这一次的出访 之前不是M1 A2 T这一个订单 之前还有很多媒体 说川普生变 最继中国什么什么 其实那个程序 我看到他都是按着程序跑 而且还加速 没有延迟 加速在蔡英文总统出访前 来告诉你这个成交 这个是对台湾非常重大利益 重大安全的一个交易 那你刚才提到F16V 原来你去查所有的每个步 都是年底 11月 10月到11月 我只能很负责任的讲 不会那么慢 那会比想象的快很多 比10月11月还快 会比他想象快很多 那这66架F16V 全新最新型 也就是F16的终极改版 他对地对海的攻击能力很高 我们台湾在花东指挥部的一个基地 一个连队 F5 我们扎给F5 要整批淘汰 你只想F5全部 跟这F16V 你就知道那个战力有提高多少 而且是放了一个整整一个连队 一个连队是 一个66架 66架 那这66架在那里的时候 除了保护我们花东 以前花东我们不用放那么重兵 但因为中共从2013年 绕到我们的东部外海 也就是西太平洋 形成西太平洋的威胁 所以我们把英式飞弹 爱山 攻三 攻二 还有相关的作战武力 开始要往花东走 否则以前我们的雷达 通通是向着中国那个方向 所以过了那个山 有那个地球弧度的关系 所以会增加我们一些负担 其实负担我们的安全以外 如果你仔细看 这F16V 放的地方 它影响到的是美国的关岛的安全 影响到的是日本加首纳 沃沃沃沃 日本驻军 跟台湾 跟美国驻军的安全 还有宫古海峡 通往西太平洋这个渠道的重要通渠 所以台湾的F16V连队在这里 北边是日本刚派驻 他们最精锐的陆战队 应该是一个旅在那个地方 加上岸基对舰的火箭系统 加上美军也强化那边的驻军 还有一台大黄蜂级的 所谓两栖的小航母 都放在这儿 你就知道这个东北角 对整个印太地区 西太平洋安全多重要 然后再回头看这个采购案 就知道 这是一个国际合作 国家安全 还有区域外交的意义 所以这一个F16V的 美国宣布成交 我们乐见它 能够尽快成交 能够尽快达成 我们也希望不要分政党 不 总统你美国有突破有什么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他不能讲的突破 对 我们那样没有泄露 现在我们第一站是停纽约 我们就先观察纽约 纽约不是他 蔡英文中文不是第一个去的 我印象陈水扁 马英九都去过纽约 所以出访纽约本身不算突破 对 那在这突破三个事情可以观察 第一个停留 根本就已经是拜访 那不是过境 那停留的形势 能不能自由走动 以前我们的总统和记者 多可能 总统如果到纽约的话 记者跟他不同饭店 不能急问急答 不能立即把记者写的稿 传回国内 上一次突破是什么时候 蔡英文中文去年八月到洛杉矶 第一次突破这个限制 那纽约的政治经济的意义 又不同于洛杉矶 所以到纽约 小英会到外面跑跑跑跑跑 除了到他母校去做谈会以外 在外面 能不能及时的接受采访 能够让记者跟他同个饭店 能够及时的把这个讯息发出来 这个是形式上的突破 还没有到主权的城市 接下来是地点 蔡英文中文在纽约会去哪里 这个地点就很重要 有的地点会彰显主权 有的地点不会彰显主权 有的地点会彰显两国之间的关系 有的地点会凸显某一个历史的意义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观察 蔡英文中文现在飞机在飞了 那他下飞机之后 会去什么地点 这个地点其实是在外交很重要的意义 第三个见谁 我开玩笑 我外面这句真的开玩笑 见川普那就不一样了 见了谁其实很重要 你刚刚那两点都没有讲说 开玩笑的 我说我们要去观察那个点 但在哪里我不知道 至于见谁会非常重要 除了例行的 我们也很珍惜很重视的 美国的国会议员 市长 州长 或者相关的国务院的官员会来 AIT的官员会来以外 在这一次纽约 会不会见到我们想象不到的对象 那他形塑出什么样的意义 我也觉得可以期待 因为纽约待两天真的是很长 而且是很重要 那接下来往邦交国去 其实你发现邦交国停的时间都没有比美国长 所以邦交国停了几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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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四天四夜 回头来到内陆Denver 到丹佛这个地方 如果单纯要过境外交 根本不用飞这里 飞西岸东岸或阿拉斯加就好了 到丹佛这里 那这个州是 这个参议院外委会主席的选区 那他已经表明会去那边陪同 那如果大家有印象 他在台湾的时候 蔡英文总统陪他去西门町吃东西 跟他吃米饭 背走 州长吗 不是 陈议员 外委会主席 那这一 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The Chairman 这个很重要 很大 那这一次换他当东道主 总统来到他的选区 他的同僚谁会到 那会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参观他的选区 那他就达成了就是拜访而不是过境 所以我觉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 让台湾被国际看见 OK 让台湾的价值或我们遇到的困难 让国际看见 这个是没有党派族群之分 OK 这是好事情 那以我很有限的头脑 我把它做成判断可不可以 第一个他能自由走动 对啊 第二个他能够去一个地方可以张悬国家主权的 我们期待 第三个他会见重要的人 在纽约 应该会 OK 那在丹佛应该就有好几个参议员 应该这样讲 对丹佛也许也会另外的安排 就是去跟回 因为这个我们是当客人 我们要尊重美国的安排 那美国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很谢谢他 因为我以前跟过陈水扁总统出访 他当时到纽约去领了一个人权奖 哇当时大家也非常的感动 但是之前的媒体过媒体采访的行程 不管是马英九或者是陈水扁 其实记者都要住不一样的旅馆 大概走路要十几分钟 然后我们都只能待在那个饭店的一楼等 说看看有没有这个美国的什么样子的议员来 然后因为当时就议员也不太愿意曝光 所以他们有时候是走那个地下室停车场 那我们就碰不到了 那所以在那种状况底下 过去的采访的确是还蛮困难的 而且还蛮憋的 那可是据说这一次就都住同一个饭店 记者跟访问团都住同一个饭店 然后也会有查序 查序就是等于是记者会 你过去很难有总统可以在美国开一个记者会 然后讲自己的看法 意见 但这一次据说是有 那因为他的时间也待得比较长 两个晚上 那所以看 只好见见美国重要的官员 应该不能这样 只好当写一下我们的主席 要吃几顿饭 因为过去我们都是 美国提供的都是舒适便利 那还有安全 那可是你两天在纽约 如果你都被关在房间里面 旅馆的房间里面 因为以前的总统都是被关在房间里面 然后见不一样的议员等等的 那如果两天都关在里面 并不是那么的舒适 所以我想总是应该要出来放风一下吧 总是应该要出来聊 走一走 动一动吧 那所以这些东西其实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可是其实都是美国的那个线一直往后退 我觉得是两边的关系的互信 然后更作为紧 我差一个我个人的期待 蔡英文中很喜欢吃纽约一个街角的贝果 对啦 那个贝果很有名 那如果这两天都在那里 如果我们的元首 我一直讲说我们的总统不管是姓蔡 姓马 姓陈 如果我们两千三百万人总统 可以像别人的总统一样 在别的国家 一样的这样走着 那就是值得感动的事情 你可以想像我们的元首以前是被关在饭店里面 然后给他蛋 来 我接见郑鸿怡 接见黄光晴 那种形式其实是 是大家两千三百万人一起面对这种委屈跟去路 如果他能走出去 就像上次在洛杉矶一样 罗宾来说 总统立好 然后访问都麦 然后做个集席演讲 吃一个纽约 一个corner在Walk Street那边 一个bagel 那其实是一个叫做正常 我们终于正常了 一个国家的人民可以因为正常而感动 就是让我们多辛苦 是 好 那这个是今天 这个研究BBC的报道说 东亚政治经济的专家 也是香港中文大学客座副教授林夏鲁的分析 他说台湾的民主法以前只是个棋子 这是真的 因为当时美国用台湾来反共 把台湾当 这个当年台湾的人权纪录很差 让美国很反感 那林夏鲁说 台湾民主化之后角色建区重要 如果台湾被中国统一 将是当代第一个民主社会 被专制政权夺回 会严重冲击美国 这是林夏鲁的分析 那么倒是 我们都认识着媒体界的朋友 他以前代表过TVBS跟三立等电视台 派驻在美国当特派员 叫做范奇匪 范奇匪他写了脸书 他说一向很难的他妈妈 老妈突然说他考虑投给蔡英文 范奇匪说 是因为我专访蔡英文了吗 大家看到在这个访问 小英总统就范奇匪 然后呢 他说我都还没有决定 然后他老妈说你想太多了 是因为香港 范奇匪说 蔡英文2020如果当选 林郑月娥是MVP 大家别激动 本文只是想点出 香港引渡条例修法 对台湾选民的影响 远超过我的预期 请教一下范老师 真的影响那么大吗 的确其实最近很多的 国际媒体都提到了 就是说 香港的这次的反送中的事情 其实是对蔡英文的 年底的选举是有帮助的 明年初选举是有帮助的 那我们也看出来 的确蔡英文的这个民调呢 事实上在五月份 也就是说六月 这个反送中游行之后 他的这个民调 他的不满意度 跟满意度出现了黄金交叉 他的满意度开始超越了 不满意度了 那包含后来整个 这个民进党的党内初选 也可以说是因为 这场反送中游行 他所引发的一个效应 那我再回来谈一下说 其实我们看到 在蔡英文出访前 美国宣布要出售M1A2T T是代表台湾的意思 还有就是所谓吃针飞弹 吃针飞弹其实是 美国是管制产品 因为他基本上他只要 因为他这是监设型的 他可以非常轻易的 把飞机打下来 就美国是管制的 那为什么美国这次卖给台湾 就是表示对蔡政府的信赖 那这个这个是个 长期累积的一个结果了 那我觉得这次很多人在这个 看那个G20 G20有人说 好像川普跟习近平 也有所妥协 那我常讲 川普这个人是进两步退一步 但还是进了一步 表面上他好像说 这个华为的产品 我们没有 我们还是会卖东西给华为 但事实上他有强调 是基于在不影响国安的情况之下 所以其实最近7月3号 在华盛顿邮报 有一个蛮重要的新闻 就是一个投书 是董云商 大家应该知道 他是前美国国务院的亚太住卿 他还有像这个傅高益 他是哈佛大学教授 他们五个人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中国不是敌人 中国不是敌人 这篇文章引发了举世的一个关注 就是好像有人在跟川普呛瞎了 所以你川普一直把这个中国当敌人 那他们认为中国不是敌人 然后这篇文章有95个人连署 包含谁 包含普瑞泽 就是前美国财产协会主席 还有包含包道格 之前AIT驻台北办事处的主任 就感觉好像有一百个多 一百个人在跟川普呛响 我们看到川普好像 也在G20跟习近平有点妥协了 很多人说是不是川普就开始改变立场了 台湾很多人 我看那些蓝媒就说 台湾没吵戏可唱了 川普已经改头换面了 已经要跟中国妥协了 然后你看只有这么多人投书 可是我们知道我据我了解 我刚刚讲到川普的立场并没有改变 他的立场还是一样 他并没有改变 那这些投书的人呢 就被外界视为叫熊猫派 为什么叫熊猫派呢 因为这些人其实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 那另外你看这个董云桑 董云桑曾经是美国前川普上来的之后的 国务卿叫做提勒森提名他 可是当时川普身边的人 包含像班农 他的川普的国安国务 现在已经离开了 他一直认为这个董云桑太过软弱 对中国太过软弱 而且把我们的国旗拿掉 对 他当时把国务院的中华民国国旗拿掉 然后他还公开说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那这个事情引发了后来我们看到 美国的参议员卢比欧 他非常的不满 因为那个时候董云桑是代理 代理的助理国务卿 那他要争处 要听证 听证会上 鲁比欧桑就说 我绝不会让你过 结果果然董云桑都没过 他说我使尽全力都要把你拉下来 后来我们看到 所以为什么他们现在这几个人 跟傅高义要写这篇文章 其实他们就是小猫派 他们就是认为说 中国不是敌人 我们只要跟中国做生意 中国不会威胁我们的 我们不要跟他对抗 我们可以跟中国和平相处 但是我必须要讲 这种说法在川普上来之后 是完全已经否定掉了 就为什么川普跟习近平见完面 还有人之前说 美国的Time杂志说 川普跟习近平见面 那个台湾的武器不会卖 割制 想不到见完面就卖 就出售了 而且是我们台湾叫 地表最强战车 不是像我们郭台铭讲的 都卖什么烂武器 所以说这个MA2 踢出来之后 其实表示什么 这川普亲自签署的 这表示川普是把蔡英文 视为是他这个整个印太战略 不可或缺的一环 为什么最近很多美女说 这个没有 这个是AI说 AIT认为蔡英文是值得信赖的 我觉得这从这一次的访美 但我必须要讲 我们也不要太为难我们的委员 因为现在很多的行程 可能到目前为止 什么都没有透露 对啊对啊 我们最近今天搞得失望 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确是一个敏感的时刻 很多的行程可能还在安排 对 不过我倒觉得有点意外 今天郑文燦 是已经在纽约 在纽约 那郑文燦之后在纽约 跟小英一起访美 这个倒是有点 未来的副总统 不会啦 不会 这个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做联想 但是这是一个很巧妙的安排 不要害文燦 很巧妙的安排 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 就是说 好像二度受邀啊 对 郑文燦最近跑美国跑了蛮久 美国好像对他很 我们一般在暑假期间 美国的台湾人台美人都有下令会 那美东下令会 美南下令会都会有 大概就是时节 所以同时间去的现实上 像蔡其昌也搭了总统专机 也是要去美国 跑下令会 是 对 那个是蛮例行的 对 最好应该是例行 但是 那副总统是谁 但是我觉得 小英应该会给大家一个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 他会找 他当初会找成绩的人 第一个他不是民进党籍 第二个他跟政治 有某种距离 第三个他的社会形象非常好 他又跟教廷的关系很好 又有这种宗教家的情怀 又是个医生 在台湾有一定的相当的地位 又在这个中研院服务过 所以我觉得 小英的副总统是谁 我觉得第一个要看国民党谁出来 国民党谁出来 我觉得会影响到小英的决定 那我觉得 这次的这个 我觉得因为去年 刚刚通过台湾旅行法 所以我认为 美国也在寻求突破 我觉得现在 我的了解是 蔡政府跟美国之间的默契 非常好 双方面都不愿意 给对方造成麻烦 但是双方又很想 给对方制造一些机会 美国 我必须要讲 美国过去 从过去以来 从陈俊比亚 马英九 当然都有出访到美国去 美国基本上是说 你不要给我找麻烦 但是我觉得 现在美国态度是 我可以帮你什么 那我在我 在我可能的范围之内 我会尽量帮忙 所以这点我觉得 态度是不一样 小英总统算是一个 沉稳的人 应该讲 他很谨慎 即便有大的突破 他也不轻易的乱讲 那讲到霸气 我觉得最霸气的 应该是郭台银 你讲到郭台银 今天说什么 郭台银说 他如果做总统 第一个就是要插水 要插赖正义 总统可以 插某一个水 好大的总统 好大的官位 还有一个私人恩怨 有没有看到 超酷的 自爆跟賴正义的恩怨 不是 他重申 富人就应该多缴税 不是 郭台银说 当总统 我第一个查他的税 回答 富人多缴税 是另外一个课题 对 那是富人税 是另外一个课题 查税是另外一回事 我喜欢这个人 不喜欢这个人 我这个总统 查 那派警卫杀 这个背景要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郭台银说 他经台湾最后的 经历一千的 他要多富人税 这个零到一百名 一个人三亿一年 那是一百名到五百名 一个人两亿 那第五百名到一千名 一个人一亿一亿一年 这个赖正义跳出来 说你要选总统 我们干嘛要赔上三亿 睡法也不是这样订的 睡法也不是这样订的 第一个他也不一定 他一一说的 不好意思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讨论 赖正义说 你去做总统 叫我一年叫三亿 我这么衰 那这个郭台银 还好 我说台湾有总统竞选 有总统大选真好 我们就可以看到 韩国瑜的房子 到底合不合法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背后在玩什么 如果没有选这个总统 郭台银怎么会去讲 赖正义那个叫草地皮 他今天就在说他草地皮 台北籍士林官邸 那里的家是不宅的 这样 想不到恩怨出来了 但是这个以后当总统 这个很有趣 很危险 这个人说 他第一个就要查赖正义 赖正义好像睡不着觉 你知道吗 韩国瑜起来第一个要查黄光锦 黄光锦 韩国瑜没有这样讲 我开玩笑 他供权力会拿来保持酬 就会 如果一个霸气的人这样 那到底这个适不适当 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 先休息这段告 说实在 如果没有这段总统逮论 我们这一国不知道 原来为什么 郭台银买了赖正义 士林官邸的房子 后来他会退掉 为什么退掉 他里面有交代 所以两个人恩怨结了 然后现在他要查赖正义了 所以如果要做总统 台湾有总统 代算台湾的民主 太好 光锦请教你 我看你昨天的这一个脸书 你的脸书 有提到 你再丢一个问题 请问李嘉芬 你们有境外保单吗 为什么你这样问 其实这全篇都不是我的专长 所以当我发现 所谓李嘉芬 他捧着34张保单 去找商周理财网的时候 我就一直关注这个新闻 赫然发现 他们组文完全没有帮 一般的民众解读 34张保单什么意涵 但是很技巧性的 放了三个表 34张保单 其中16张你不用管 因为那个有余目混沌的效果 就是说他把不用申报的医疗险 跟意外险也混进去了 那其实我先回答你 境外保单这个问题 韩国瑜家族 你们除了这18张申报的保单之外 你们有没有境外保单 境外保单 在台湾是不合法的 财政部有规定 但是可以在台湾出单的 所以这个境外保单 我只是留一个疑问句 但是我过去留疑问句 今天既然有个结果 我就必须帮大家解读出来 有结果了 他所谓的公开 20年都傻傻的 慢慢存 他民国82年开始 的确就开始买保单了 他买的真的都是20年 21年期的 可是大家注意到 这个7张保单 18张保单 他11张已经缴完了 缴满了 那7张保单 有的是新的保单 有的是现在还在缴的 我框起来就是 以我们家 我们两口人 我们还算是高收入的 我们一年的保费 大概是一二十万 碰到计较 碰到年较 我们都挨挨挨 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限制 一年是不是 一年啊 一年一二十万 可是你看光是2015年 这是韩国瑜 当北农总经理 满两年的时候 对 他们光是一年 买了四张 六年期的保单 就投入了 两百三十几万的保费 我们不吃不喝 我们不可能拿出 一年两百三十几万 要去保保险的 整个一个月要付二十万 对 你看尤其他这个是 一月的三张 对不对 三张就砸了整数 五十万 五十万 一百万 两百万 我只能说 北农的福利太好了 奖金太多了 所以这是个闲钱 通常有钱人 他会藏在保单里面 所以隐形金库 那我不能说 他有藏钱的这个故意 但是如果说 你们一直号称自己是庶民 对不起 你们从民国 一百零四年的时候 你们就不能说 自己是庶民了 然后你知道 六年期四张 等于说 他一年两百三十几万 我要连续缴六年 我要有把握 我可以连续缴 我可以拿出 一千四百万 那我们有一个法则 就是说 你没那个卡层 你卖假月下游 意思是说 你没有这么多收入 没有那么多财产 你去保险 你不是会断头了吗 那所以显然就是说 他们大概我们推估 如果他拿十分之一 通常投资理财 用保单的话 十分之一我们回推 他们至少有两千万的财产 但是我这个只算保单 我并没有去算 他们还有房贷 他们还有 小孩子在国外读书 他们还有花费 所以有我的朋友 他帮我做了这张表 他把这两年 最近两年 他们贷款多少 负债多少 以及他们进账 存款多少 他们的房子 又解密了一栋 譬如说像那个农舍 他在三月十四号 申报之前一天 三月十三号 他把四块土地 跟一栋房舍 拿去信托了 让我们看不出来 他这个房子 到底有多少金额吗 所以我这十八张保单 我一直强调 要算出他保单的价值 所以那个叫保价金 保险价值金 有专家他给我估算说 他们保单的产 那个价值大概两千万 两千万 所以我用两千万 光是保险价值两千万 最低标的 所以韩国瑜申报是四千多万 如果加上这两千多万 六千多万 这六七千万的身价 他们怎么会说 自己是那个 所谓的庶民呢 你看 他们光是基金 这个是财产申报书上的 他们海外基金 就有一千多万 一千一百七十三万 那我回到境外保单 韩冰它是有在海外读书的 海外生活的 我们想当然会有海外的账户 或者他生活会怎么过去 同理可证 你保单三十四张 我没有提到的这个表格 不代表不用付保费 我提到的这个光是一年 就两百多万 对你十八张保单 保单没有不用保费的 应该都要交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 我避重就轻的原因是 只讲一笔 就是这笔 美金八万五千块的 你去乘以二九三十嘛 三十 也是两百多万 两年期的 等于说要五百多万 他说这个是他 期满的这个 拿回来的钱 再投入 我们拿回来 我赶快去缴贷款 我们赶快去付小孩子的钱 但是他们有一笔 这个我的朋友抓出来 他们怎么会理财呢 这边有一个信贷 利率这么高 八十几万 没有拿去还 所以他合理的怀疑就是说 是不是来不及处理他的资金 利率多少 利率是三点一八% 我光是这个十八张保单 我问了多久 我六月十八号问到现在 快一个月了 那你可以说我不用接受你检视 你就是含黑 你就是卡含 但是既然你拿着这个保单 去跟这个媒体 去过个水 说大公开 我那天看到大公开 我想说哇 哇 我害了 我是怎样 我说万一大公开没什么 我不是说一定要有什么 只是说真的 这个如果加入他们的财富的话 那我希望我断了他这个路 为什么 每次说要捐 都没有捐 那这样财富 如果是真的把十八张保单 继续这样子作为隐形金库 他们被怀疑 我想他们自己也不愿意这样乐见 这样公开好 公开然后经过解读 大家就比较清楚了 了解 好 今天苹果日报独家 去追韩国瑜这一个农舍 原来那个主体建筑 建筑 它长大了 它长高了 它也长胖 那到底多少 这个里面有没有违法 等一下我们讨论 来我们来看 不是 空拍李嘉芬 外与云林的农舍 原本的车库跟篮球场 已经火速拆除 不过围建风坡越演越烈 这一栋像是小城堡的农舍 被爆料和原地主当初卖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 它们去到边 它们就没关系 没关系 都碰到 它们纯条而已 它纯条而已 它们就去 我们找到了原地主 黄先生 他说因为他是自个农 当初他儿子用他的身份 经办这一块农地 但人们给了谁 他并不晓得 但是对照当时申请执照的 测量成果图 农舍总共有三楼 二三楼各有三个阳台 但现在的农舍 二楼多了回廊环绕 三楼上面又多了 类似阁楼的建筑 设计明显和一开始不同 那个左右两侧的阳台 它有圆深 而且圆深到整个正面 它形成了一个 回廊的一个设计 曾经的总面积 约有四十平 国立加分再度发出声明 强调房子是在民国 八十八年完工 我九十一年购买 是我买的 不是我盖的 主建物合法购买登记 使用执照没有问题 愿意配合县府会刊 如果有任何违建疑虑 也愿意配合拆除 如果主建物不是违建 就请云林县政府 尽快认定 对外公布 这农地 我还不知道 农地没怎么办 农地没人 人家去 还是能不能弄 李嘉峰强调购买农舍 合法登记 不过买了之后 是否有增见 对照当初的测量图 这栋豪华农舍 长大又长胖了 那么虽然这么多人的质疑 但是云林县政府作为主管机关 认为说没人减肌 所以不需要勘察 我们再来看 过程当中 那其实现在目前 我们还是已站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立场 没有任何寻思 也没有任何偏颇 韩国瑜农舍违建爆发第六天 云林县长张立善被媒体质疑 是不是因为两人老交情 让违建农舍调查进度推脱 张立善说 调救资料需要时间 看看他几天前的说法 两次都说没人检举 但会依法行政 不过唯一到场的居然是环保局 调查自行拆除是否违反空污发 难怪韩国瑜老神在在 因为县府进度被质疑很归宿 他会再到县地去做县砍 他会要调资料出来 了解确认之后再到县府 调不到资料 到底他那时候申请的资料 是在工所或者是在建设处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限刊 调不到资料就无法限刊 甚至外传农业处 一度向平面媒体表示 为敲定联合会刊时间 理由是没人检举不告不理 但又怕媒体自己去谷坑相公所查 9号赶紧发文申请 原建物使用制造资料 10号公所收到 强调11号会交给县府 连同假日前后一拖就是6天 结果一路被媒体追着打 又火速秘密会刊 证实主建物确实增见 以及农地没作用物两项违法 要求限期改善 那么今天苹果说 他们独家找到了原农地的地主 也是建商 那么这个黄先生 他说现在这个农舍 这个农舍 跟当初卖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那他们找出了 申请农舍的时候 使用执照的测量成果图 在这边 那么说他长高了 长胖了 也长大了 那有什么不一样呢 以后浓舍的外观 现在是呈 本来是呈长方形 那么墙壁是白色 各楼正面 各开 各楼的正面 各开两扇窗而已 那么位置是左右对称 屋顶是单纯的人字形 可是他说 本来是一间套天处 那么韩国瑜持有之后 现在的外观是正方形 墙壁呈粉红色 还有横条设计 然后二楼有阳台走廊环绕 三楼顶端有三个阁楼窗户 三楼顶端有三个阁楼窗户 而屋顶已非单纯的人字形 宛若一座小城堡 那么旧的建筑物是合法的 新的则变成大间了 那么 他说建筑物完工后 如果有增建 有改建 有修建 其实都需要向建管单位申请 如果有增建部分 是需要补照的 如果没有取得实用执照的话 就属于违章建筑 附近的邻居说 他们当时有看到 说这是 知道是塞楼的医院来买 可能那时候是李嘉芬的那样 然后原来的地主 是建整栋 好像李嘉芬不喜欢 然后都拆掉 都拆掉 拆到剩下柱子而已 拆到剩柱子 他才又盖起来 好 那我先请教一下义副兄 你看这个有违贱吗 我觉得最实际的方式就是去勘验嘛 拿原始设计图去勘验嘛 勘验管政筑物都没在当地 对 我就觉得很奇怪 你看那个苏家权那时候的案子 是香 香去勘验以后 还开出一张六万块的罚款 农地非农用罚款 香嘛 那维建当然隶属于县政府 该去勘验 或是开罚单要求改善嘛 这不是就是你的职责吗 所以 没理讲成这样子的时候 你包括连建商 包括连什么都拿出来了 把那个原始设计图都拿出来再讲了 然后你现在告诉我说 没有人检举 所以我不要去勘验嘛 不行吧 来 波医生 我想我所知道了解了 这个房子是88年就完工 民国88年 然后到91年的时候 那个原住户卖给了李嘉芬 是李嘉芬买的 但是不是他盖的 所以像我们在买房子就不错 在买房子就定期过来 既然已经发现他就主动拆了 因为好像媒体还没报之前 或者耳闻 然后他们就主动拆了 那么目前我想他们的态度是 愿意配合县府会堪 有任何违建疑虑的 都愿意配合拆除 一切以合法为唯一标准 就回到我们一般正常 应该怎么做 就怎么做 那么也希望说 这个组建是不是违建 也希望相关单位 包括云林县政委也好 或者乡公所也好 也去调查一下会堪 然后合法了 那就赶快对外公布 目前状况是这样 那我当然觉得 就是说政治认为有时候 要比较高的标准 就是说我们 如果违法过去李嘉芬买 可能是没有违建 还是违建那么多 现在李发角了 我们就主动 快处理 我是这样看这件事 没有人现在建设是说没有 我就是没去那大间 所以因为我们都不是 很多人不了解农舍管理的办法 这是民国 因为现在是108年了嘛 所以那件是十几年前的事情 所以他的记忆是 91年他是给原住户买的 还是人家主兵是说他整个厂层 我们不知道总控制 这是怎样 很多人不了解农舍的 农舍管理的法规 然后钻巧门 尤其明代钻这巧门是不可取 第一个他不是 发现违法我就来听 不是啦 人家组刊卡顶的插唇 说你有个违建 天啊我被抓到赶快拆 他是这样拆的 他不是道德心说 我违规我自己来拆 第二个他没有拆完全 我先讲一个日子 2000年1月28 或者我们讲的 89年1月28 农发条例的第一次的部分 那个部分就可以看出 这件事情的真正美感叠对 2000年1月28号 以前的拥有农地的人 我们把它定名叫老农期 也不老 就是旧农民 2000年1月28以后 拥有的叫做新农民 我们这样分 差别在哪里了 旧农民你的农地 不管是500坪 100坪 700坪 都可以盖农舍 2000年1月28号 以后的新农民 你的农地要达到两分半 就是756 756.25坪 你才可以盖农舍 2000年1月28号 以前的旧农民 你随时可以盖 盖完随时可以卖 注意这个点 随时可以盖 随时可以卖 2000年1月28号 以后的新农民 你的户籍要进来两年 拿到使用值到五年 还要符合两分半以上土地 盖完的农舍 要五年以后才能移转 才能买卖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可是有一个共同的规定 不管新或旧 听我拍谁 你的地基面积不可以超过100坪 就违章了啦 我说这句就违章了啦 地基面积不可以超过100坪 或者十分之一 比如说我两个坪 我的十分之一可能几百坪 不行 你还是只能带100坪 100坪 那地板楼地板面积 最多不可以超过150坪 那地的150坪 也超过了啦 第三个 屋顶的高度 最高点到最低点 不可以超过10.5米 三楼 三楼 一楼算三米 所以10.5米是上限 它也超过了 所以那个建商内行这样长 你讲的是那一个非农业 非农业 这个是农社 农社的规定 这个如果在农业区的话 它的标高是14公尺 四层楼 不一样 它那个所在地不一样 我们在整个农业区的规范 大概就这几个点去卡 好了 那会产生一个问题了 你注意它交易的时间是民国 刚才艺人在说的 九十一年买买的嘛 七是民国八十八年嘛 假设鸿一大哥 你现在看到一块农地 你现在要买 我还啊 我现在买 我就变两千年一二八以后持有的 这块有点漂亮的 但这块是五百多坪而已 五百多坪 不到两分半 可会盖农社 不到七百五十坪 不到七百五十六 不行 那你会怎么做 不然我拜托你去 你是原持有者 我拜托你盖 因为你没有坪数限制 你盖完再连房子跟土地 也没有限制 你就可以移转给我 这就散过了 二点五分农发条例 第一次修改的一个问题 但是有个最大的问题是 建凶的土拿出来看 其实建设委员拿出来看 你如果猜到只剩一根柱子 那个两千年一月二十八以前 这个就不见了 你就要试用新的农发条例的标准 就是这块地上 只能盖资财室 不能盖楼色 如果现在 婚宁管政府 放这个态度 你怎么办 感谢他还我的 我只能这样讲 天才院还活着 你先去看 把图拿出来比照 民进党婚宁是冠议员的 对 婚宁管理员要比赛 不赛的时候 现在没有人减机 你不会去也减机 他说没有人减机你就相信 不是啊 媒体都已经报了几天了 我只是怀疑 这记者查证的顺序是去婚宁管政府查证 婚宁管政府比较快要统计说 有人 有事白痕 拼了拼了 他不会赶快拆 限制要在一天之内赶快把它都拆掉 所以我们还怀疑说 郭民党这间云林县政府含义有头吗 你明白吗 你如果和平有 我说这个事情 我们大家锁住一件事情 这样就没人感动了 建设去中途 如果跟现况到最后 真的只差只有一根柱子是跟原来一样的话 他没有资格盖农舍 管政府说我没人来减机啊 选机做谁的时候站在那边啊 我们是怎么给他感动 其实那个 我就看张立善开始 张立善该撑到什么时候了 因为那个建筑物就在那边 他不会消失嘛 不是大卫魔术 一变明天就不见了 那个农舍在那边 那现在只会越来越多人 把这个事情包含原来的地主 慢慢的把这个 那看不下去嘛 对 因为我觉得张立善 如果他在这个问题上模模糊糊 还要企图护航 依法行政 不要叫我听 好 没关系 你就继续讲 7月15号有在处理吧 没关系 你就继续讲 初选结束 我觉得张立善你就继续讲 老咧 大概会等到7月15出选完以后才处理 有过一种方法 没过另外一种方法 对对对对 张立善一直说我再了解 中马7月15号出选完就了解 结束处理 7月15号之后会不会又说要等1月11号 有可能的有可能 被人家怀疑 是不是你家也有啊 我觉得当韩国 其实我们真的最近一大堆包含农舍事情 包含高中生到高雄被韩粉大妈骂等等的 韩国瑜的民调不减反征 对 这个连过台你们都看不下去了 我们现在都在帮他增加声势 对啊 这个韩国瑜不简单 你看我们那个杨大妈 不是杨大姐 杨大姐 杨大姐 杨妹妹 杨妹妹这样去呛他 对不对 现在韩国瑜的民调越呛越大 那我是希望他接下来等到出选完结束 还是如此 但是我必须要讲这个解释 当张立善张荣卫家族就站在韩国瑜身边 韩国瑜代表的是什么 就是地方派系的大姐 所以如果韩国瑜当上总统 这个房子根本不用拆啊 这个好拆的 这个列为 我跟你讲 搞不好我把篮球材再盖回来 盒子盖回来 这个成为旅游圣地 这跟苗栗的马家庄一样 马英九以前在那边带过 马粪馆 马粪馆一样 这个是韩粪馆 其实韩国瑜已经有回应了 他请他的新闻局局长王潜秋 他们有说 我们已经用最高道德标准 他们前面那个猜除 他说我们已经用最高道德标准 已经处理了 而且没有给媒体这个机会 你讨论机会没有 是我们自行猜除 那就看啊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逃不了的 别人的最高道德标准 如果是100分 他的最高道德标准是几分 我觉得要不是媒体追到 一件事情不是媒体一追再追 才出来的 这是国民党的 对我们领口的 新北市议员蔡淑军 今天说他已经收到选民的讯息说 高雄市长韩国瑜像是共产党的毛泽东 用民粹主义来获得初选 加上最近标骂霸凌事件不断 他认为初选选到台湾 最美的风景就不在了 人啊 最不最漂亮的风景就是人 但是那也不在了 那我想请教一下光潜好不好 因为你也深受韩粉的霸凌 那你有什么感受 蔡淑军是我们领口当地选区的议员 我真的很讶异 而且我也很高兴 他能够开第一枪 为什么 因为国民党针对韩粉的霸凌事件 已经发生了这么久 而且他们同党的自己的明代 深受其害 你说那个 邱大展的女儿邱玉轩 高雄市议员 他有一次在我老公节目里面 讲到被韩粉霸凌 痛哭流涕 在上电视的时候 怕他说我挺高雄 而别人就贴他标签说 那他就不挺韩 以致在受到霸凌 因为他三个小孩 然后他因为这样子 他干脆不上节目了 他就回到高雄在地 这么惨 对 不只是讲万安 你知道吗 他们讲到就是 要不然就是哽咽 不然听到邱玉轩的故事 他们旁边做的议员也都哽咽 我说你哽咽什么 你们这些明代 你们是选民用选票选出来的 不然就是 你应该像蔡淑君啊 什么叫在地的声音 什么叫民意 最近发生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声援 那个煎饼店的老板 他都已经为了被韩粉这样硬生生 而且是不要再讲假韩粉的 就是活生生的真韩粉 你们以后不要再制造捏造 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民进党1450 什么假韩粉干了 这个领导人 韩国瑜每次都推给假韩粉 他们骂得很难听什么的 你们碰到真韩粉的时候 谢谢 好谢谢 为什么 你看这张照片 这昨天网路上疯传的 我第一时间接到我就po了 这个就是杨大姐啊 大我两岁的杨大姐啊 这杨大姐就是上次霸凌那个煎饼店 煎饼店那个女生 18岁的大学生 好 这个是跟韩国瑜似的 所以我下一个标题说 原来你韩国瑜讲爱与包容是 这个才是你的爱 这个才是你的包容 所以你因为爱 你们互相爱 然后因为你们互相包容 你只包容韩粉 你自己的韩粉 韩粉霸凌别人 你都不包容也没有爱 所以你才会碰到麦克风的 你就说好谢谢 我甚至有个念头 曾经动过念 我想加入国民党 我想去选总统 我想跟他站在那个 那个所谓的辩论台上 他有五百万耶 所以动个念头而已 站上去就是五百万 不然的话 一个小虾米 就用脸书 用脸书 你不要以为 茉莉花革命都是 大家用网路叛联的啦 可能一个民主胜地 刚开始只有一百人 即五百人最多 后来出来上百万人啦 所以你看整个核心 对你问这个 柏林兄 柏林就知道了 很多事情他是 从内部的 开始瓦解 被监察的堡垒 就是从内部瓦解 好我们先休息 那是什么 我先去看 我先去看